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之前的采访您的学生说得很可爱 那您自认为您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教练吗 我觉得应该算吧 因为还是看什么要求 你看队员他希望我是 比如说他可能希望这次比赛进个前十六 或者是进个团体比赛前八什么的 那目标跟想拿第一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 从运动员的兴奋 然后教学的兴奋这个转变 您觉得转变之后的差异也大吗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可能还是教最初级的选手 因为最初级的话对我来说 可能他们学习起来基础弱 然后我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教 如果越打了高级的时候 反倒交流起来更容易一点 对您来说的话 对教这个海外的学生 跟内地的这些拥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负责的这个年龄阶段呢 也都是中学生高中生的 大多数的他们国外的这个运动员 就是等于以赛带练嘛 所以他们这个比赛的经验 还是积累的挺多的 但是要比起国内的这个中学生高中生的 我指的这个以比方球为主的这种队员呢 他们可能就是基本够细节抓得更细一点 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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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